欢迎来到国立台湾图书馆 为您精心制作的 有间疗愈室 巧瑜伽 恰恰恰 我是你的瑜伽疗愈师 恰恰 让我们一起探索瑜伽的美好 我会和你分享瑜伽的不同观点 疗愈动作 让你能随时在生活当中 透过瑜伽 找到属于自己身心的平静时刻 准备好了吗 跟着我一起吵瑜伽 欢迎大家收听图书馆的瑜伽Podcast 今天我们的书籍主题是 别人怎么对你 都是你教的 这本书探讨了人际关系和自我成长的重要性 人称团长的黄启团 以二十多年自立的重量级心理学导师背景 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实用的建议和洞见 团长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 这些的模式影响了我们如何看待世界 如何与他人互动 以及我们所做的选择 这些模式可能是我们在生长过程中无意识的形成 也可能是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的结果 有些人可能习惯于在困难面前退缩 这种模式可能是由于过去的失败经验造成的 相反 有些人则习惯于迎难而上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 经常得到鼓励和支持 那我们举个瑜伽相关的例子 有些人在瑜伽练习中 习惯追求完美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 经常被要求达到高标准 他们在每一个瑜伽练习的动作时 都希望能做到最好 如果做不到 就会感受到沮丧 这种的模式可能造成他们在瑜伽练习中 感受到压力和不愉快 甚至影响到他们持续的练习 而相反 有些人则习惯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享受整个练习的过程 他们明白每个人的身体状况 和灵活性都不同 并不要求自己达到某种标准 而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调整练习 可以在瑜伽中 得到更多的乐趣和放松 那我们该如何检视自己的人生模式呢? 团长建议我们可以透过自我反思和观察来了解自己 他提到了一些具体的方法 比如说像写日记 进行冥想和寻求他人的反馈 在这里我们可以透过一个简单的练习 来帮助我们识别自己的模式 所以首先请大家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 我们眼睛先慢慢地闭上 在这里先深呼吸 鼻子深深地吸气 鼻子深长缓慢地吐气 让身体放松 安稳地坐着 现在我们试着回想一下 最近一次的人机互动 思考一下你在那一段互动的反应和感受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你是如何处理 你的行为和反应 是基于什么样的信念和情感 好好在这里思考观察一下 这个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行为模式 慢慢地我们将眼睛睁开 回到呼吸上 那在刚刚识别了自己的人生模式后 我们该如何改变呢 这就是本书的另外一个部分 团长指出改变不是一处而就的 而是需要不断地练习和努力 首先我们需要设定明确的目标 这个目标应该是可以很具体 可以衡量的 可以很实现的 很有相关性的 而有时间性的 比如说 如果你希望自己变得更加自信 你可以先设定一个目标 像是每天和一位陌生人进行短暂的交谈 其次我们要采取一些行动 这可能意味着我们需要改变一些日常的习惯 或者是学习新的技能 像是如果你希望变得更积极 你可以参与一些志愿者的活动 或者是加入一些兴趣性的社团组织 最后我们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 并在遇到挫折时不要轻易放弃 说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与人生模式相关的瑜伽练习 瑜伽不仅仅是身体的练习 更是一种往内心深处的练习 我们可以透过瑜伽来改变我们的人生模式 首先我们要来到瑜伽店了 请大家慢慢地走到瑜伽店上 脚掌踩稳在地面上 双脚打开一个臀宽 脚视致转正 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 眼睛先轻轻地闭上 在这里深呼吸 我们先从简单的三式开始 这个知识可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 加强自信 去找到自己跟大地 跟往天空连接的力量 每次吸气时 感觉脊椎向上延伸 每次吐气脚掌持续地踩稳 下个吸气 慢慢将双手向上越过头部 吐气时 双手合掌放在胸口 让你的手大拇指稍微顶着你的胸口 手肘稍微往两侧架开 肩膀放松远离耳朵 三式可以让我们感受到 自己身体的稳定和力量 还有自信 就在生活当中 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基础来面对挑战一样 持续去找到自己跟自然 跟大地 跟天空连接的感受 下一个动作我们会来到舒适 那等一下的舒适 我们需要集中注意力找到平衡 如果有需要你可以靠墙练习 一样将你的双腿稳定好之后 双手先放在你的宽关节 慢慢的将你的双脚并拢在一起 接下来保持你的右脚不动 慢慢的左膝盖弯曲 左大腿歪旋之后将左脚掌静静的放在右大腿的内侧 找到你的右脚用力的往下踩的感受 左大腿持续的歪旋 脚掌有力量的抵住你的右大腿内侧 感觉你的右臀稍微往中间集中 吸气脊椎向上延伸 有需要你的手可以去扶到墙面 或者是将你的左脚往下踩 踩回到地板 踩在你的右脚小腿的内侧 再一次可以的话 双手合掌放在胸前 在这里吸气 慢慢的深吐气 找到深呼吸的感受 在这个动作当中 思考一下我们刚刚想要改变的行为模式 将这个改变的意图 带入到我们现在的练习当中 现在的舒适会教导我们在不稳定的环境当中 找到内心的平静跟平衡 或许你需要一次次的练习 那掉下来之后 或者是意图分散之后 再带回来就好 接下来我们要换边 左脚掌踩回到地板 我们手一样放在髋关节 调整好你的站姿 我们要来到舒适的右脚 慢慢的左脚踩稳之后 将右脚掌轻轻的放在左大腿内侧 你一样可以保持停在这里 有需要你的右脚可以往下踩到地板 脚跟一样来到左小腿 如果可以稳定 找到左脚往下扎根的力量 吸起双手向上延伸 唾气双手合掌放在胸前 找到脊椎向上延伸的感受 两边的身体可能感觉会有一点点不同 一样在这里深呼吸 一样再次把刚刚想改变的行为模式 带入到现在的练习当中 再一次深呼吸 慢慢的将双脚放下来了 我们要进行到第三个练习 英雄二 这个姿势可以增强我们的力量和勇气 一样保持站立之后 双手扶在你的髋关节 让你的右脚往后跨一大步 让我们双腿前后分开 有一个至少一条腿的长度距离 慢慢的将你的右脚掌转向右边90度的位置 左脚指头一样保持转向前方 稳定好你的双腿保持是伸直之后 肚脐转向右边 让你整个身体都是面向右边的方向 慢慢的将你的双手向上提高来到肩膀的高度 接下来保持右脚不动了 让你的左膝盖弯曲 让你的左膝盖来到左脚踝上方 来到英雄二 我们保持在这个动作进行深呼吸 试着让你的左脚跟左膝盖 转向右边 所以现在双脚指头都是转向右边的方向 我们直接移动 直接将你的右脚指头再一次往右边转 转向瑜伽垫的正后方 那肚脐胸口一样面对你的左脚指头的方向 手一样往两边打开 接下来将你的右膝盖弯曲 膝盖来到脚踝的正上方 所以直接将你的右脚跟右膝盖又宽一样成90度 左腿保持伸直小拇指才稳 双手一样往两边拉开 眼睛可以的话甚至看向右手 停留在这里呼吸 再次去感受到我们自己身体的力量 一样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 面对挑战时可以更加找到自己的力量与勇敢 慢慢地将你的右腿伸直了 这次左脚指头转回到左边 右脚往前踩回来 我们回到刚刚的三式 接下来我们又来到最后一个动作 战士三 英雄三的位置 双手放在我们的髋关节两侧 等一下这个姿势我们需要高度的集中力 还有保持平衡 一样从站姿开始 吸气双手向上高举过头部后方 保持双手有力量分开到最大 你的手伸直来到肩膀的正上方 保持你的手臂在脸颊的两侧 吐气时慢慢地将上半身往前 像做前弯一半的力量 让你的右脚跟慢慢顺势往后向上 你的右脚跟可以往下一点 上半身也可以向上一点点 那维持在这个动作当中 不仅可以增强你的腿部的力量 还有核心的力量 还可以帮助我们培养稳定专注力 这颗英雄三的动作 象征在不稳定情况时 我们依然可以找到内在的力量跟平衡 慢慢地右脚踩下来 上半身回到站姿 我们的手就保持停在这里 我们直接换脚 这次保持你的右腿踩稳 准备好上半身微微往前紧实 左腿直腿的往后向上提高 脚趾头依然保持在面向地板的位置 这时候试着让我们的双手 脸颊、手臂、腋下、臀部 到左脚脚跟平行地板 手持续地往前延伸 一样如果有需要你的左脚跟 可以往下一点点45度 双手可以再往上提高一点点没有关系 一样在这里训练我们的腿部 并找到我们内在核心的力量跟平衡 慢慢地将你的左脚踩回到地板 上半身带起来 手和掌回到胸口眼睛轻轻地闭上 在这里调整一个深呼吸 接下来我们要来到冥想的环节了 请大家慢慢地坐在瑜伽垫上 脚自由交叉的闪盘 双手轻轻轻地放在膝盖上 你的手掌心可以转向天空 或者是面向膝盖的方向都好 找到肩膀下沉远离耳朵的感受 慢慢地将眼睛闭上 我们在这里深呼吸 在这里先深深地吸气 感受空气吸入到你的肺部 然后慢慢地吐气让你的身体完全地放松 再一次吸气去感觉你的脊椎向上延伸 头顶往天空的方向 吐气时让你的肩膀跟脸部表情放松 现在我们将专注来到呼吸上头 去感受每次吸气跟吐气的节奏 让每次的呼吸都可以带来更多的平稳和放松 在现在这个平静的状态之下 我们思考一下今天讨论的内容 来反思一下我们生活中的行为模式 哪些是我们希望改变的 现在你可以设定一个小小的目标 为自己的改变先迈出第一步 或许是你希望可以在日常当中更有耐心 可以先设立一个具体的目标 比如说遇到挑战时 我们可以先给自己做三次深呼吸 再做出反应 思索一下你的目标 现在我们试着在这个目标当中 在心中默念三次 让这个目标可以更深入在我们的意识当中 并相信自己 你是很有力量的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 过上更充实更快乐的生活 再次深深地吸气 慢慢地吐气 将双手放在胸前 去感受内心的平静 如果你准备好之后 可以轻轻地睁开双眼 回到这个片刻 我们今天的PACS 我们今天的PACS内容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开始识别 开始识别和改变自己人生的模式 瑜伽是一个强大的工具 不断地练习 可以帮助我们在身体和心理上 都取得改变 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想分享你的经验 欢迎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留言 我们下次见 Namaste 感谢你在百忙当中 还愿意花时间来收听 并陪伴自己练习 别忘了帮我们评分 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让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 寻求一些内心平静的时刻 也欢迎你将你的心得分享给我们 我们下次见 Nam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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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aste